是VOGUE嗎? 請進 這是我今天晚會住的房間 同時也是我今天出場前化妝準備的地方 然後當然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不可能是穿這套禮服 我坐的時候就是穿浴袍 然後小開開的然後就縮在上面 然後在那邊化妝什麼什麼的 氣泡水因為我胃不好可以打擱什麼的 然後在化妝的同時呢 我自己非常需要擁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個鏡子不是一般普通的鏡子 它是有一般的鏡子 它同時也有放大鏡 然後有了放大鏡之後你就會發現 真的看得很清楚耶 有那個鬍鬚 然後那一區就是 你知道其實會去那邊啦 就是你知道飯店很喜歡放一些假書 有人會看嗎 I don't think so 當然除了我的臥室之外呢 也是要上場前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合 上面就會鋪滿今天要穿的衣服 然後讓我選擇 譬如說這件禮服啊 然後我們會討論說 這件你覺得咧 什麼什麼的 我就會說你覺得這件衣服可以 強調出我身材的優點嗎 然後他們就會幫我分析啊 可能會試穿啊或什麼的 然後像這一件 我今天真的有選 這件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可是因為像我最近 比較不是那麼喜歡穿這種 就是只有這樣的禮服 因為只有這樣的禮服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非常就是挺 因為你如果稍微有一點點放鬆 有一些狡猾的汽車就會 就不小心拍到你的那個腹部 然後直接跟你這樣 放大 所以呢就是 我比較最近 不是很喜歡穿這種 平口的那種禮服 我來到飯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 我會先把我的床 那個 把我的床 弄成我要睡覺的樣子 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這有點是我來飯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要有一個枕頭可以躺 一個枕頭可以扶手 一個枕頭可以扶手 那個枕頭 因為我通常不會去那邊 所以這個就只是放在那邊 就是 如果萬一找到那邊 就是有個東西 然後一定要有個墊腳的 這是我的一個儀式 這個都弄完之後 我才可以開始進行 所要該做的工作 然後接下來 就是進入比較偏私人的區域 就是包括我的淋浴間 還有馬桶之類的 馬桶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我上場前 很容易緊張 大概要上五六次的廁所 包括大的小的都有 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我一進半年 首先就會把我個人的衣服脫掉 然後換上浴袍 然後準備要開始工作 這就是我工作結束之後呢 第八個會來的地方 因為洗澡 歐會排在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名 所以我就會走進這邊 然後就心甘情願的 然後我就會假裝就是對這個 淋浴間很陌生的說 Zoe 你覺得這個淋浴間 會不會只有花灑 萬一等一下我一開水的時候 花灑在我頭上 那我不是很冷嗎 然後就會問一些很無知的問題 他就會說 好啦我幫你調好啦 那他就會調好那個 Shower 然後就是水溫 我說水溫會不會太冰 或是忽冷忽熱 他就會幫我挑啊這樣 然後老闆可以進來了 然後就這樣 你覺得我今天不洗會怎樣 你覺得我這個頭肩可以撐得了 就是 他們就說你如果睡得著你就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一大堆的問題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進去洗 你今天會很舒服 然後 你看他們都很貼心 那幫我把內褲啊 睡衣啊 對這些都補好了 這個廁所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跟你講 我喜歡飯場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很多飯店的廁所 馬桶旁邊沒有 馬桶旁邊沒有垃圾桶 請問一下我們上網廁所 萬一是剛好生理期來 我們捏東西是要丟哪 有些沒有馬桶那個飯店 你就是上這 那個攝影機 你還要褲子 然後就是走到哪 你在外面丟到這邊 所以半島很貼心的是 本來馬桶旁邊就是要有垃圾桶啊 你要丟東西 你要丟很多 所以半島這一點我真的 我太鼓掌了 這是人性化的設計 因為我很在乎動物 因為我覺得出席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動物可以代表你今天要展現的精神 我覺得我今天希望我出現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是一隻豹 要征服現場所有的媒體 所以我今天特地就是真的很重 就是把它放到我的寶寶裡面 然後帶他們去上海來 就是希望我可以展現出這些豹的精神 牠的名字就是叫做小Q 小Q是我們家很多很多這類型的動物之中之一 小Q 謝謝你今天陪我來上海了 謝謝你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展現出你的精神 媽 我來紐約拍Vogue 牠不是虐待我 那冬天就算了還寒流來襲 然後叫我雖然很少 而且還沒錢 好了沒 我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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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拖了的S3 帥耶 我為的是什麼 不就是為了為藝術記一份力量嗎 我拖了 好 433 533 全村 433 432 430 234 3 2 2 4 5 2 15 6 6 4 在我的家庭 我會說再見 飛起來 可以了沒有 太冷了 我要跟所有的女生分享 我現在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我心魔纏身 什麼叫心魔纏身就是 我一天都很照鏡子 然後照鏡子的時候我就一直覺得 自己哪裡醜哪裡有淚溝 然後哪裡腫 就是沒有以前漂亮 然後我旁邊的人都說 徐帝把你的鏡子放下來 把你心中的那個心魔拿走 因為心魔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看別人都覺得好漂亮喔 可是看自己都覺得哪裡都不順眼 所以我覺得這是心魔纏身 各位女孩們 不要把心魔住在心裡 把心魔趕走 怎麼把心魔趕走 請你們跟我一起做 又到了乒乓樂透時間 這次是我小S要來玩這個遊戲 生存 你可以在任何的困境當中 還可以就是存活下來 但是我講的並不是說生命的生存 而是說 譬如說在競爭激烈的演藝圈 很多人被淘汰 可是你可以生存到現在 for example 就像我已經出道將近快30年了 然後歷經了就是各式各樣的年代 然後到現在 我依然是屹立不搖 這就是所謂的 逝者生存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被淘汰 我只能說 I'm sorry for them 好 第二顆 好 第二顆 不上不下 我現在唯一能想到的代表就是 陳漢典 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不上不下的人 就是 我希望我的人生不要不上不下 婚姻 就是一條不歸路 哈哈哈哈 就是 怎麼講呢 如果你已經進入婚姻 真的就是 盡量把對方好的地方放很大 不好的地方就盡量縮小 我覺得這就是要維持婚姻之道 然後還有 千萬不要聽聽那些什麼各式專家 教你如何育夫之道 我覺得 想要駕馭別人的人都是變態 因為人類都是自由的 你沒有資格去駕馭別人 你也沒有負責去改變別人 越是想要這樣做的人 婚姻會越容易出現裂痕 我覺得應該要讓各自 就是很free的發展 這一點我老公要跟我多學習 怎麼就這幾件啊 沒有別的選擇 這件外套穿很久了耶 也不行 這件外套穿很久了耶 這件外套穿很久了耶 你要穿什麼啊 為什麼不買自己跳 You win